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想分享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的Top 5 Instagram Account 就是我的最喜欢的五个Instagram的这个账号 实际上就是Vlogger 对 五个Instagram Vlogger 我好像是从09年、10年开始用这个Instagram 那么对我来说最初的Instagram就是一个照相的APP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setting 对 有一些这个filters 那么到慢慢的Instagram已经发展到如此这个功能强大 或者是如此多人喜欢的每天必备的一个这种social media 这么多年喜欢的这个内容肯定也有变化 那么从我最初喜欢时尚、喜欢这个美妆 喜欢一些这个照 就如果说纯照片好看 我都会follow的那么一个状态 到现在可能比较喜欢home deco 喜欢diy、喜欢跟家庭有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Instagram的内容 所以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五个呢 都是比较靠近对 我刚刚说的这些内容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这是Base这个在住在纽约NYC的一个博主 他叫Love Taza 他的博客呢也是叫做Love Taza 我不知道我发音发对了没有 那么我很喜欢他 那么从最初呢 他当时好像是跟他老公住在这个Washington DC开始 最初最初我开了博客的时候我就看他们嘛 然后呢慢慢慢慢他们有了三个孩子到现在 然后他现在最近好像怀一个twin 然后他们住在纽约 我很喜欢看他关于parenting的一些 一些照片 然后写的一些东西 他写的东西我都会看 我非常喜欢他这种比较积极的这种生活态度 就是比较消极的事情 他也会比较从积极的那边来看 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经常会带着孩子出去旅行的一些照片 我觉得都非常的就给人带一些灵感吧 我觉得就我非常非常喜欢他 也非常推荐 所以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正能量这样 下面这个呢是我最初发现 他呢是从这个a beautiful mess就是一个这个a blog的名字 那么我相信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a beautiful mess实在是非常非常有名 也是我和美国的凡凡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这个一个blog一个博客 那么这是两个姐妹 一个叫LC一个叫Emma的这个两个姐妹一块经营的 那么从他们最初就是两个姐妹 然后到慢慢慢慢现在已经有一个team 做的很大了他们做的很商业化 那么最初呢我其实 现在想想我还挺怀念他们最初的一些内容 就是比较的这种把二手的东西翻新啊 改变一下DIY啊到现在什么Recipe Home Deco 非常非常多的比较丰富的内容 对如果大家喜欢DIY啊 然后喜欢Home Deco 就是对就是一定要去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 因为实在是有非常多有创意的一些post 那么我最近呢特别喜欢这个LC他个人的这个Instagram account 那么他个人的这个Instagram account呢就是跟AbeautifulMessage风格非常像 整体的这个tone啊这个照片都是很鲜艳 非常的这种也是非常happy的这种感觉 让人感觉就非常的轻松看起来很开心 好像最近呢就12就去年12月份他刚刚在中国收养了一个小女孩 所以这也是我最近特别爱看他的post的一个一个主要原因 对有比较多这个Instagram story或者是这个一些视频 对所以大家 下面这个呢是叫做Kali Vintage 这个女生呢他最初是在San Francisco 然后最后他搬到了加州的另外 好像是他家乡好像是 这个女生的博客应该是我最初看Fashion博客的其中一个 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来 唯一留下来我还在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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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ger 那么他的风格呢怎么说呢 因为他有两个孩子 所以说可能这么多年我觉得也是这种 这种style这种fashion style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他这种麻制这种linen感的这种jumpsuit 就是这种连身裤连身裙啊什么这种 他的这个fashion比较简约有点日式带着一点这种北欧感 然后也带着一点这种比较relax这种放松 比较这种怎么说低调的这种加州的风格 所以他整体的这种style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然后再加上他的两个孩子 他也会放一些家装的一些style 一些这个孩子的这种nursery的一些style 我都非常喜欢 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是也是通常是妈妈的话 其实可以去看看他的风格 对我觉得就很实际的这种mom style 下面这个呢也是我近几年我非常喜欢的一个instagram account 他叫courtneyadamo 我不知道我发对了没有 但他这个女生叫courtney 她是跟老公两个人都是美国人 然后他们在英国 这个非常 待了很多年 在伦敦待了很多年 然后这个我最初follow他的时候是看他的一些这个博客 他的这个跟几个妈妈一起当年在伦敦就是刚有孩子以后 跟这个有跟几个妈妈朋友一起创立了一个网站叫babycino oh sorry babycino kids sorry我会link在下面 然后呢他们也是分享一些育儿啦 一些parenting motherhood 一些小孩的recipe等等等等 然后后来慢慢发展为一个比较商业化的网站 比如说分享一些孩子的这个小孩子品牌啊 一些你在high street上都找不太到的一些小的一些boutiques 一些孩子的一些kids fashion 然后一些家用吧 我觉得就是跟孩子有关的这么一个网站 我非常喜欢 那么我发现了这个网站之后呢 才follow他的instagram 当时他在伦敦的时候 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我很喜欢看他在就是拍的一些生活的照片 喜欢他的家装 然后喜欢他分享的一些跟孩子的互动的一些 一些照片 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应该来说我最最最最 就是开始特别就是 他基本上发的每一个照片我都会看 是从他应该一两年前 我具体忘记什么时间了 他开始带着 他和他老公带着四个孩子开始环球旅行 这点我觉得我 就我觉得是我的梦想吧 所以我觉得我就很关注他的每一个post 然后去日本的啦 在欧洲的啦 然后在新西兰澳大利亚 就是任何任何的post 我觉得他不光照片吸引人 然后他这个写的一些内容 我就觉得在instagram下面写的一些内容 我都我都很喜欢 我都觉得非常有内容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在伦敦吧 我觉得好像跟我很就是relate这种感觉 他们在环球旅行完之后 他们这个一家人这个到了澳大利亚 所以也是挺新鲜的吧 因为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所以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多的海边 比较多的一些沙滩的一些照片 所以我觉得也挺棒的 现在他好像 他又有一个儿子了 所以五个孩子 对 我上一次去意大利的这个postitano 也是灵感来自于他 因为他当时照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觉得好棒 我当时也是看到他的照片 所以才觉得 哦怎么有这样的地方 对 所以说 对 就是大家可以去喜欢旅行的朋友 喜欢带着孩子旅行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他的这个instagram 然后最后这个呢 是应该来说 是我所有的这五top5当中 是follow最短的 但是呢 这个我发现他呢 是因为看他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他的一个这个daily vlog 他的这个视频日记 对 所以因为我自己也做vlog 然后他也就是风格很像 然后他是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女儿 那么我很喜欢他这个vlog里面的一些 比较放松的一些生活的内容 因为他是在bristol 也是在英国 所以说跟我的这个 就也比较近 所以说喜欢看他一些拍的这种 这种daily life 每天的生活 也是parenting motherhood这种类似的内容吧 对 因为他可能喜欢的东西 比较的 有点 more than vintage 所以说 就比较有意思 对我来说 就是比较的新鲜吧 我觉得 我也喜欢他的一些 比较fashion的一些post 就是很有feel 他的照片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非常推荐 以上就是我的top5 instagram account 这个比较喜欢的 这个分享 非常欢迎大家在下面 跟我分享你的这个top5 或者是top1 instagram account 那么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了 bye